2014年初 我想选择一个法门长久静静地修持下去 最后决定持诵心经 因为心经易于念诵 特别适合初学 自古至今持诵者众 感应是技术不胜数 感应之大之快不可思议 念诵功德不可思议 心咒有咒王之称 灵验无比 最上最妙 无能极者 巨大威力 能服一切 不为一切之所降服 心经篇幅虽小 却浓缩了整个般人类经典的精华 受持读诵此境功德无量无边 念诵心经的感应真的是很神奇的 修持后不久就做了一个很美丽的梦 梦中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很多修行心经的人 在互相告知对方自己念诵的数量 最后发现我持诵的数量比最多的还多了一遍 随后被一女菩萨带到非常美丽的地方 那里是莲花湖畔 有古亭有夕阳 那种境界真的好美好美 无法形容 我在梦里还想要是能生活在这里该有多好 结果一个声音告诉我 只有持心经的人才能来到这里 不久我就醒了过来 我认为领我去的那位乙菩萨 应该是观世音菩萨为我实现 这个梦增加我修行的信心 没学佛的时候我的烟影很重 基本上每天一包 烟影比较大 想戒掉一直没戒成功 一次我睡觉时墨被心经 然后晚上做了个梦 梦到天上飞下两个面目猙獰的人 飞下后天空不满墨汁一样的黑色 我很恐慌 然后里面一个声音告诉我 你不要怕他们 念诵心经连四大天王都可以降服 他们还归四大天王管理呢 然后就醒了 我知道这是我抽烟的习气招引来的天魔 这个梦又一次让我对心经的威力感到震撼 我想起古籍中记载 玄奘大师在四川时曾遇一病人 身疮愁会衣服破误 大师怜悯此人 诗语衣服饮食 并者乃受大师心经 大师取经途中 经过一八百余里之荒漠 逢诸葛鬼奇状异类绕人前后 虽念观音不能另去 大师便持送心经 诸葛鬼等闻声皆散 看来心经的功的利益是真实不虚的 其实 西焉是很损害人的福报和灵性的 记得去年我持了六七百不金刚经 还抄写了僧家诈经 一次睡觉的时候我想 我念诵这么多佛经 现在功的积累的怎么样了 就这一念我晚上梦到自己的功的本子 一页一页的好多小格子 我知道一个小格子就是一份功的或者福报 结果吓人的是很多格子上都是我以前抽烟的烟盒子 在功的格上站着 从这个梦开始我下决心戒烟 然后立马戒掉了 其实戒烟没想的那么难 烟瘾不难戒 但是心瘾的戒断需要一个过程 如果你有决心和祈祷福菩萨加持 戒烟其实不难的 修持心经法门后 我明显感觉精力精神头比以前充沛多了 邪淫心也大减 心理清静很多 对世间的一些东西不像曾经那么执着 懂得随遇而安了 我想这才是我念诵心经最大的感应和收获 选择好一个法门 就要一心坚持下去 每天再忙也要念诵一些 哪怕变数很少 也不要间断 时间长了 就有功效和收获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